根据还期术条件 周门,雷拉和汤宇需在一年的还期术期间内 向指定的工价机关或公益团体分别提供100及48小时的义务劳务 并当停书写回过书 及此向社会表达反省之意 网络同仁周门和雷拉夫妇因涉嫌吸食及持有二级毒品大麻 去年11月遭到警方逮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经过越余的侦办 虽然他们最终未被认定成吸食毒品 但因持有大麻疑似 检方能决定对他们追究刑则 根据检方资料显示,周门本名翁眷明 去年11月6日因涉嫩遭到警方搜索 先是在新北市新庄住处被查获大麻研磨器 烟斗等器物,随后在巴尼住处又被扣押大麻 研磨器和真空罐等 检方调查还发现,周门是在前年9月底 14000元从一名要投手中购买大麻 与此同时,雷拉、本名和雷伊拉和其DJ老公汤宇 在中和住处也遭到搜索 被查获大麻、研磨器、烟斗和水烟壶绿嘴等物品 当时,周门和雷拉夫妇坦承曾经吸食毒品的事实 并公开向外道歉 不过,经过检警采集三人的毛发和尿液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均未发现大麻代谢物 因此无法依证据认定他们曾经吸食毒品 检察官基于这项科学报告结果 仅能不起诉周门和雷拉夫妇吸食毒品的罪嫌 然而,石油大麻本身即已触犯法律 检方无法对此罪行自知不理 考量到三人没有前科 且在侦讯过程中表现坦诚 检察官做出还其诉处分 根据还其诉条件 周门雷拉和汤宇需在一年的还其诉期间内 向指定的工价机关或公益团体 分别提供100及48小时的义务劳务 并当停书写回过书 及此向社会表达反省之意 这起涉及网红的毒品爱意出 即引发热烈讨论 除了令粉丝感到失望 也让部分民众质疑法院 是否因被告曝光度高而给予宽松处置 不过,法界人士解释 缓起诉处分是基于被告人无前科 犯行轻微及态度良好等因素做出 符合量刑原则 并非特别照顾或特权 仍需接受一定程度的法律制裁 总体来说 这起毒品案虽然最终会对三位知名网红定罪 但却引起社会对毒品危害的再次重视 专家呼吁 不论是否名人 吸食毒品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谴责 社会上也应该提供更多反毒资源 共同维护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接着被问及词抗主推新贩毒入狱 周文表示虽尊重司法裁决 但相信人是可以改过的 他自嘲说 很多我以前觉得不太重要的事 后来立刻就会在我身上报应 这点大家都知道啦 知名YouTuber周门 日前出席新节目 灵人的挑战开进一事 这档台湾首创灵人界选秀节目 将请来30位通灵 塔罗等各路灵人师 为求职者解答人生难题 周门除字报 曾被灵人师劝告卖台积电的股票 但周门坚决不卖 表示现有800多了 也大方面对自身过往不堪 四朝做错事会立刻报应 灵人的挑战将由周门 新作专家白鱼及阿拉斯主持 安排七大关卡考验灵人师公立 主题包含年轻犯罪 家族诅咒 影集 感情及悬案凶宅等 实在透过灵人解答观众人生困惑 周门表示 这在国外有先例 但台湾首创结韩东方元素 非常期待节目成果 白鱼则暂止为跨时代创作 让灵异议题更科学化 开放讨论 谈及节目请来的灵人师 周门笑称当然有俗人 因自己评到先前就做过相关单元 他回忆 印象最深的一位算命老师 曾劝他卖出手上台积电股票 但他没有放在心上 如今股价已飙高至800 周门说道 我还是希望他算得其他事情准一点 因为他说我有百亿身价 原不太迷信的周门 近年渐渐开始对玄学产生兴趣 他说 我觉得生活就是会有好坏事轮流发生 但经历越多就越觉得真有命运安排 话还未说完就被白鱼打岔 嘲讽那不是摔 是你做的不对 让周门离度语射尴尬 接着被问及时抗阻退 是因贩毒入狱 周门表示虽尊重司法裁决 但相信人是可以改过的 他自嘲说 很多我以前觉得不太重要的事 后来立刻就会在我身上报应 这点大家都知道啦 自己去搜寻吧 透露自己过往也曾做过一些过错的事 总体而言 周门在新节目记者会上 大方面对自己的过往 并及时懂得宽佑他人 对退是物欲表达暴隆之意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挑战和争议后 周门的YouTube频道会员数量却 前所未有的999%的精人成长 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韧性 更揭示了台湾社会中一部分 善良与敦厚的民众 对于人性错误的宽容与支持 在当今网络时代 YouTube网红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他们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与娱乐的消费模式 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日知名YouTube创作者周门 因为其YouTube频道会员数据经能成长 而再次成为众人焦点 此外 他的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关于网红文化 公众宽容度与复原力的广泛讨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周门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新闻头条 去年11月 他因事前使用非法药品被捕的事件 震惊了许多粉丝与关注者 此事件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重大打击 不少厂商因担心形象问题选择与他解约 周门的业务合作显著减少 然而 面对逆境 周门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在社群媒体上公开致歉 坦承自己的错误 并承诺将改过自新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挑战和争议后 周门的YouTube频道会员数量却 前所未有的999%的精能成长 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任性 更揭示了台湾社会中一部分善良与敦厚的民众 对于人性错误的宽容与支持 网红沉一层爆料 拥有知名度的YouTube频道 跃进收入打百万并非难事 而周门更被认为有可能阅入千万 对此 周门本人未有否认 仅对媒体聚焦负面新闻表示不满 他认为更应该关注其影片内容的品质 这一事件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红经济和媒体报导焦点的反思 经过此次事件 周门的YouTube频道不仅未见衰退 反而以经人的速度成长 这一转变不仅是周门个人复原力的见证 也是社会大众宽容心态的体现 许多网友建议他们应该出现在夜夜秀上以重塑形象 对此 贺龙表示虽然有意邀请他们上节目 但考虑到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 节目内容的可行性成一 近期 台湾娱乐圈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 一是贺龙接任热门脱口秀节目夜夜秀的主持人 另一则是知名网红周门和蕾拉因吸毒被捕的事件 首先 谈到贺龙接替博恩成为夜夜秀的新主持人 这一转变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他坦诚 由于自己缺乏博恩的学术背景 因此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来请舞群和助理主持人增加节目吸引力 在接手节目的初期 贺龙就已经超支 但他选择不去计较具体的金额 以免增加压力 此外 为了节目的内容创意和筹备 贺龙在短短两个月内体重骤降 从75公斤瘦到68公斤 尽管如此 他主持的夜夜秀手机观看量高达120万 证明了他的努力并非无功而返 另一方面 网红周门和雷拉因吸毒被捕的事件 则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作为网红界的顶流人物 他们的逮捕不仅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也让公众对网红文化的看法产生了质疑 许多网友建议他们应该出现在夜夜秀上以重塑形象 对此贺龙表示虽然有意邀请他们上节目 但考虑到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 节目内容的可行性成一 这两个事件显示了台湾娱乐圈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无论是承担重要的节目主持工作 还是在公众视线中维持形象 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成本 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考验 也反映了娱乐产业和网红文化的复杂性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启小铃铛